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许昌伟 淡水国小拥有124年的历史 由校长与美术班老师 邀请到学校当中 对于校史相当有研究的外籍老师 找了几张淡水国小老照片 用英语来教学 带领学生走过历史 对比过去与现在 为了要让淡水国小的学生 能够了解自己所读的学校 拥有124年的历史 由校长与美术班老师 邀请到学校当中 对于校史相当有研究的外籍老师 用电脑扫描几百张的淡水国小老照片 用历史专业的角度一张一张 来解说给小朋友了解 学生说过去照片中的样貌 与现在有许多的不同 但也有些建筑物与物件还留着 对比之下走过这么长的岁月 真的很有趣 就看到他就是发现 原来就是在这张照片的 这个地方比如说大门口 现在就在这栋楼的前面 或者是旁边 就是很有趣 源自于我们的一个外师老师 他对历史非常的有研究 而且有兴趣 所以想带着我们在我们的课堂上 带着我们小朋友认识我们过去的淡水国小 以及我们淡水的街道 那我觉得我常常跟孩子讲 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看见跟认识 然后认识我们自己的学校的一个 拥有124年的历史 校长表示有过去才有历史 尊重历史才能够有文化的累积 这一堂课透过对于校时 非常有研究的外籍老师 用英语来教学 拿出一张一张超过数十年的老照片 来对比过去与现在 再让学生用以前的照片地点 来找出地图上现在学校的正确位置 那包括我们淡水国小这样的一个文化传承 然后在我们地方上它所代表的意义 更重要我们让小朋友从学校 看见社区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街道 跟很多我们在社区上还保留的一些景象 那希望让小朋友从爱自己的土地 然后开拓他们未来的视野 校长表示透过历史教学来传承文化 也代表着地方上有重要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从学校 看到过去临近社区不同的街道 还有社区当中还保留的景象 了解自己学习的校园 从历史照片当中发现校园的故事 希望能够更加珍惜拥有的历史文化与生活 记者许多安音乐学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